而在这个总统辩论会之后 副手的辩论将会在明年的元旦登场 民进党的肖美琪和民众党的吴欣盈 都有陪同到场 这回有提前观摩备战 独缺国民党的赵绍康 她没有现身 在会后记者会上 吴欣盈大赞柯文哲表现非常棒 肖美琪也说 本来就对赖清德很有信心 对赖清德分享一下什么地方 有信心 一身全黑裤装亮相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琪 对着镜头笔叶 象征胜利 也象征她跟赖清德的竞选号次2号 而在稍走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现身 米灰色套装 竟显时尚优雅 柯文哲到场时 带着Kan Chu 陈佩琪一起 她也是唯一一位 洗版出席的候选人 在一阵激烈的辩论会后 吴欣盈被问到 觉得柯主席表现如何 我觉得主席刚刚的表现 非常棒 非常的棒 然后我觉得 今天所观察到的就是 要专注在 人民所需要的国家 所需要的改变的方向 用棒极了来形容 吴欣盈给了柯文哲超高评价 记者会上深受柯文哲 信任的陈志涵 黄珊珊都来押政 至于民进党这边 总干事潘梦安和智库代表 郑力军陪同 赖清德的表现 我一直都对她很有信心 那刚刚也看到 她是唯一从深论到结论 是要提出对未来 完整的国家希望工程 以及政策愿景的人 那至于自己的准备 我要先保养喉咙 这有一点感冒 近期浮选太卖力 肖美琴听起来完全烧香 副首辩论在即 肖美琴跟吴欣盈 都提前来观摩备战 独缺国民党的赵兽康 由党主席朱立伦陪同 辩论会周边 候选人带谁来 也可见各阵营的黄金阵容 记者林神社刘淳伟 台北报道